齐校长之前也是我们上一季的冠军 那接下来呢 我们邀请我们的齐校长 闪亮登场 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舞台上 我相信用爱和智慧的力量 一定能帮我排除万难 勇夺第一 齐校长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是齐星泉 今年51岁 来自辽宁锦州北镇市 钩帮子九年一贯制学校 那齐校长 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舞台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从上一次的节目播出的时候呢 我的家人 同事 还有同行 以及很多的学生和家长呢 第一时间通过电视呢 就看到了这个节目 所以说大家对我呢 应该是非常支持的 我也真的很希望 在这个舞台上再迎一次 其实作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 在心理上肯定是不服老的 但是呢和年轻人在场上较量了之后 我就会发现 在体力上和他们之间的这种差距 真的是不小 所以呢我给我自己的日常生活呢 安排一些体力锻炼 校长那这次准备的这么充分 想必对于助梦基金的用法 应该也有了一个自己的想法吧 在来的路上 我和汪勇老师就已经想好了 通过我们的努力 能够赢得的这份助梦基金 把它送给延学旅行的学生 每人一份露营大礼包 用我们的这份助梦基金 点亮他们的成长之路 那接下来请齐校长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挑战宣言吧 作为老师 我始终坚信身教重于言教 课堂上在孩子们的眼中 我们是无所不能的智者 比赛场上 我们更希望自己能成为 大家心目中当之无愧的冠军 谢谢